台湾的生態多樣性非常的高 因为它是海岛型的国家 让它有黑潮经过 国外的一些物种 有机会来到台湾 那再加上台湾 以前是跟中国大陆连结 地理分开的时候 就会有所谓的一些特有的东西出来 所以台湾的特有种非常的多 在一个面积这么小的国家 那么多种初期性淡水鱼 已经算是密度非常的高了 海鱼那边至少有很多人在关注 可是淡水鱼这一块 在台湾很少我们在做 激流这一块的一些水生的气度 所以才会想看看淡水域中的鱼类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生态 淡水游鱼的生态 最主要的威胁 大概就是也吸得不当整次 燃沙坝一坐就变高嘛 枯水骑的时候没有水 没有水的状况之下 你就断绝了两侧回游的定义 第二点就是外海种入侵 假如说那些小鱼要上厕 那下面外海种很多 那它上厕的机会就减低了 然后就是河水的污染 第四个就是人为的捕捉 你抓一只就少一只 你假如说你成鱼再把它抓走了 是连它繁殖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基本上是一定要保育 目前业务的保育率就是十种 比例上其实不公平的 再增加个十种二十种 我觉得也不为过 我个人是蛮喜欢西家湾溪这个地方 水很厚 就是很天然很自然 然后又是国宝鱼的故乡 最早两百多尾 现在富裕到一万多尾 所以以前的七棋地全部都回来了 我希望就是说我们一起努力 让我们台湾人对鱼的观念 把它改变 就让它在西流里面自然生活